1998年 马俊伟和陈小春合作的《陆顶记》播出 他因此被内地人所熟知 可是在此之前 马俊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1971年出生的他家庭条件并不优越 甚至连普通都算不上 他在家里排行老四 另外还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父亲是司机 母亲是洗衣厂女工 日子虽然过得有些拮据 但好在没什么变故 可在马俊伟六岁那年 这个普通的家庭被疾病打破 母亲被诊断出了癌症 一人得病拖垮全家 作为家中为数不多的男丁 照顾母亲的重振 也落在了幼小的他的身上 转眼间来到了1985年 马俊伟14岁 这一年他不得不辍学 出去打工来补贴家用 一个14岁的男孩能干啥呢 但对马俊伟来说 只要能赚钱干啥都可以 于是他开始做销售员 销售各种各样的产品 颇有头脑的他觉得销售 并不是长久之计 在生活中喜欢唱歌的他 觉得歌手是一条不错的道路 就开始报名参加各种各样的歌唱比赛 想成为歌手并不容易 更何况他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 不过马俊伟并没有轻言放弃 大大小小的比赛参加了44次 也就是第44次才获得冠军 接着成功与三大唱片公司之一的 华纳唱片签约 我们所熟知的歌手蔡依林 林俊杰都是这家公司旗下艺人 本以为马俊杰的生活有了转机 经纪公司也在力捧他 但其实他也不过是公司的赚钱工具 刚开始 公司为了增加他的名气 给他定了一个口号 他不是学友 不是客行 不是黎明 他是马俊伟 好家伙 一个刚出来的新人 就敢带上四大天王中的两位 他们的粉丝肯定第一个不愿意 就这样 只要有马俊伟出现的地方 就会有不和谐的声音出现 看着他没有什么发展苗头 华纳唱片单方面跟他解约 生活再次回到齐点 家庭的情况也不允许他低落太久 隐藏好自己的失落后 又得出去工作赚钱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 就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马俊伟的这扇窗 就是TVB高层领导曾丽珍 他希望这个小伙子 可以转行到TVB拍电视剧 马俊伟当时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他想 生活反正都这样了 又能坏到哪里去 于是他开始在剧组的龙套生活 1995年 首部电影作品是吴振秋指导的 悬疑电影《念海狂花》 后来也接了大大小小的几部剧 发现过几张专辑 有了名气之后 戏约也是不断 马俊伟也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做家庭的保护伞 为了治好母亲的病 他带着母亲做了手术 一切似乎都在慢慢好转 可是在1999年 他的母亲还是去世了 当时他不在家人身边 连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 子欲养而亲不带 母亲的去世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关键是 母亲去世前曾经由于手术引起的一些并发症 马俊伟认为是自己害了母亲 从此 他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 母亲入病之后 他更是很长时间闭门不出 以致患上了抑郁症 其实 马俊伟一直都是一个坚强的人 他自己也非常摆脱抑郁症的困扰 2000年 他在十月初五的月光中 饰演司徒李信 甚至打破了收视记录 一年之后 饰演爱情剧勇往直前的男主甘元 凭借此剧获得观众最喜爱的电视角色 2002年 因出演落神中的曹植一角 入围年度最喜爱的男主讲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些作品都是在患抑郁症的情况下做到的 真的令人佩服 事业慢慢回到正轨 逐渐稳定 但在感情方面 也是十分曲折 在和蔡少芬合作落神时 他曾对女神暗生情愫 但当时 蔡少芬和吴奇隆正在拍拖 此事也没了下文 2003年拍摄金牌冰人 结识葛明辉 二人也因细生情 许多媒体也曾高调宣扬他们的恋情 对此 双方都没有否认 但是后来的女方生日 马俊伟却没有到场 只是送去了一个红包 也因此被传两人已经分手 但他们并没有因为流言避嫌 反而成了好朋友 2010年 马俊伟在电视剧《隔离七日情》宣传活动现场 带了女友许惠玲现身 女友是圈外人 经营红酒生意 两人也是因为喜爱红酒而相识相恋 许惠玲是一个十足的富家千金 曾经在澳洲瑞士留学 精通多国语言 并且在香港开设一个红酒铺 父亲徐兆恒也是地产大亨 在香港拥有很多房地产 身价不菲 出身寒门的他 凭借自己的努力 在事业上获得成就 迎娶白富美 那就是人生巅峰啊 马俊伟也曾表示会考虑结婚 但是2012年又自曝 自己已经恢复单身 原来这段感情 没有得到徐惠玲父亲的支持 其实也不难理解 像他们这样的豪门 对结婚对象 肯定是要求非常严格 从这以后 马俊伟一直都是单身的状态 希望他能早日遇到自己的幸福 没有世事纷扰的马俊伟 开始不断地丰富自身 以弥补自己以前 因为家境而造成的遗憾 喜欢咖啡就专门去学了咖啡师课程 完成了国际咖啡调配师的考试 拿到了SCA咖啡文凭 学成之后 创建了自己的咖啡品牌 摇身一变 从打工人变老板 谁不说一声牛 2013年 与亲人合资开办一家教育机构 主要是由姐姐和妹妹一起负责 打理学校事务 最最最令人震惊的是 2018年 马俊伟入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因为小时候辍学 重新读书也是他的心愿 在北大学习的时光 他一边拍戏 还坚持不落一次课程 今年8月顺利拿到北大硕士研究生学位 毕业之后 马俊伟仍然没有停止求知的脚步 无声也有牙 而知也无牙 马俊伟再次报考香港静汇大学中医药学院 认真学习医学知识 希望有一天能去造福别人 除了令人赞叹的学业 马俊伟还长期资助一位患癌女歌手 李明卫 因为不断的手术需要大量的医药费 马俊伟在个人账户上公开直播 为他筹款治疗 在此疫情期间 他也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订购一批物资送给了失明人协会使用 可以说 马俊伟将自己的价值发挥到了最大 他没有被生活的痛苦所打倒 同样 他也没有把现实带给他的不幸扩大 反而给我们呈现出一个 积极乐观的马俊伟 一个寒门出身的穷小子 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 披金斩棘 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收获属于自己的璀璨人生 我们大多数人的起点 肯定要比他好太多 所以 看了马俊伟的开挂人生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就不许还没求 你与下縫面可要将冠如果 Livermore 过游游就板倒入三面